我叫清洛,是长公主依兰的贴身侍女,公主逃婚了,我只能硬着头皮替她上花轿。 可公主没说,这个上还包括男人啊。 新婚之夜,我穿着一身华服,盖着大红盖头,坐在洗床上,门被推开,屋内很是冷清,没有想象中的热闹。 只有一道靴子踩地的声音,停在我的面前。 盖头被挑开,我抬头看到一袭大红洗袍的她,她长得真好看,面白如玉,长眉腥目,穷比薄纯,比女子还要美艳三分。 我只听公主提起过说她人高马大,精通兵法,战无不胜。 楚一轩将酒杯递给我,开口道,清洛要同和我喝交杯酒吗? 闻言,我的手一抖,酒洒出来半分,心慌得厉害。 我故作镇定,夫君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 新婚之夜就已经被识破,看来今晚要命丧于此。 楚一轩轻笑一声,燕国好大的胆子,是不是瞧不起楚国,偷龙转缝换了个侍女过来。 我一听,心中大害,当机跪倒在地,殿下息怒,是我心仪殿下已久,对公主苦苦哀求,才求来的这桩婚事。 轻落势吗? 她的声音很轻,但是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 是,我低着头,咬着唇,不敢抬头看她。 等了半天,也没有动静,只见她起身来到床前,展开双手,愣着干什么,还不过来给我更衣。 等她躺到床上时,才发现我的手心沁着汗,脊背也早已湿透。 洗漱完,我小心翼翼地越过她往床上爬去。 突然被她抓住手腕,扯到怀里。 只见她呼吸急促,脸贴着我的脸,呼吸滚烫灼人,一口咬上我的耳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这酒中,被下了药。 殿下,你冷静一点。 我急得慌不择言,手不着痕迹地抵在她胸前,试图阻隔开她猛烈的攻势。 她的双眼发红,不仅没有停下来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伸手去扯我的腰带。 她低下头来吻上我的唇,别怕身下一尘惹得我惊呼出声,我也只能认命,像针板上的鱼刃起宰割。 第二日醒来时,身旁的人早已没有了踪迹。 我有点口渴,强忍着身体的不适,起身去倒了一杯水喝。 喝水的时候,我有些心不在焉。 我想起了长公主,和亲的消息刚传开。 她天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 她有喜欢的人,是户部侍郎的数子,可皇上不同意,认为她配不长上公主。 她跟我说了他们之间的许多事情,从相识相伴到迫不得已分开,再到如今的形同末路。 我为她书发晚病时,她忽然握住我的手,言辞恳恳地拜托我帮她一个忙。 我才知道,原来自始至终,她就没想过要放弃。 这个忙,就是让我替她和亲,嫁给楚国的二皇子楚一轩。 我刚进宫时,被分配到郑贵妃那里,她为人刁钻,嚣张跋扈,我吃了不少苦头。 后来,郑贵妃病逝,才来了长公主这里。 长公主对我很好,我与她名为主仆,实际姐妹情度。 可以说,她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当她提出那个请求时,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她。 我和她年龄相仿,身量相似,又熟知对方的喜好。 我也知道两国联姻,公主替嫁,风险极大。 但是我不后悔,只是当理智清晰的时候,我还是怕了。 庆幸的是,虽然没能瞒得住楚一轩, 但是她并没有立即杀掉我。 可不知道的是,她以后会不会杀掉我, 是一刀把我砍了,还是留下来慢慢折磨我。 过了一会儿有侍女进来伺候我淑喜, 吃过早膳,我和楚一轩坐上马车往宫内赶去请安。 给皇上皇后清完安,皇后又赏了我几批绸缎, 临走时说了几句客套话。 晚间用膳时,我拿着筷子有点不知所措, 以前和宫女一起用膳,不用顾及仪容仪态。 可现在当了王妃,规矩繁琐, 做什么事既要注意身份,又要瞻前顾后。 不过和燕国比起来已经很宽松了。 我加了根青菜,边嚼边胡思乱想, 没有注意到一旁的楚一轩正盯着我看。 好吃吗? 还行,我后知后觉地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问道,你不吃吗? 等下吃个够, 我以为她说的是现在不饿, 过一会儿再吃。 也就没有管她,继续吃自己碗里的饭菜。 上床歇息时,看到她的动作, 我才反应过来她说的什么意思。 结果,第二天醒来, 我扶着酸痛的腰,差点站不住。 我在王府过得还算可以, 比之前在燕国过得还要奢侈几分, 白日里睡到日上三干, 不知不觉间原本平坦的腰上 已经尝了不少肉。 当然,我也没忘记自己是以假冒的身份 做上王妃的这件事。 来楚国一个多月了, 她整天忙得很, 大多数都是在书房忙正事。 但她照打不误地和我一起用膳, 同床共枕, 为了更好地巴结她, 讨好她, 为了让我的命活得长久一些。 我打扮得花枝招展, 端着亲手做的鸡汤去找她, 门口的侍卫见到我, 像是松了口气。 王妃, 你来了? 我点点头, 示意她开门, 殿下就在里边, 那杯子就先下去了。 我刚迈进门槛, 那个侍卫就跑了, 连门都没来得及关。 我是洪水猛兽吗? 有这么可怕? 楚一轩的书房我第一次来, 淡淡的檀木箱充斥在房内, 书房当中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图案, 岸上垒着各种名人发帖。 并数十方宝燕, 各色笔筒, 笔海内插得比如树林一般。 卧榻是花卉草虫杀杖的拔布床, 给人的感觉是总体宽大细处密集, 充满着一股潇洒风雅的书卷气。 他复着双手立在书桌前, 与我隔着几步的距离。 我把鸡汤放到一旁的暗戟上, 喊道, 殿下, 他僵硬地转过身来, 见到是我, 瞳孔一缩, 表情极其不自然。 你怎么来了? 他忽然将桌上的宣纸揉成一团, 塞进桌下的竹楼里。 我又不是看不到, 我瞎吗? 这样做完全是多此一举。 我眼神好得很, 要是没有看错的话, 那纸上画的应该是个女子, 只是大体轮廓, 还没勾勒出来。 殿下辛苦了, 臣妾给你炖了鸡汤, 正是在繁忙, 也要注意歇息。 只见他白白手道, 知道了, 放那吧。 见我处在那里, 他按了暗眉心道, 你先回屋歇着吧, 我还有些公文要处理, 是, 我转身就要退下。 他的手忽然伸过来, 吓了我一跳, 急忙躲开。 结果他的手将在半空中, 气氛有点尴尬, 我想要解释。 他看了我一眼, 眼神有些微妙, 随后为我理了理病脚的碎法。 我落荒而逃地逃出书房, 门都被我顺手带上。 回屋后, 我把这件事和湘桃说了, 问他画像上的那个女子是谁。 可他眼神闪躲, 支支吾吾的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我本来就是有点好奇, 想知道, 楚一轩的心里, 是不是有了心仪之人。 话说回来, 我本来就没有盼着他与我琴瑟和鸣。 夫妻恩爱, 以我的身份确实高攀他了, 只要他能让我活下去, 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 虽然这样宽慰自己, 但心里面多少还是有点不舒服。 可我不知道皇后对我对起了哪门子兴趣, 隔三差五就要我入宫陪他, 我心惊胆战地入宫。 以为是一场鸿门宴, 结果他真的只是拉着我话家常, 还调侃我, 以为阿萱不懂得疼人, 现在把我养水灵灵的, 真是巴不得把我捧在手心里, 我拿着帕子捂住嘴, 不好意思地低头笑。 心里却想着我要是再不吃再不喝, 哪天死的都不知道, 他也只有在床室上才有极大的兴趣, 每次都被他折磨得腰奇酸软, 嗓子寒哑了, 也没人管。 我的生辰在腊月二十六。 大家这个时候都忙着过新年, 并不记得我的生辰, 我也不在意。 以前在燕国的时候, 也只有长公主知道, 她会送我一些小礼物。 有人记着, 那便是生辰, 无人记着, 我等待着除夕的到来。 生辰当天楚一轩说要带我出去玩, 香桃在一旁很是激动, 我嘲笑她没出息。 香桃却反过来埋怨我, 王妃, 您最会口是心非, 明明心里有, 王爷还不承认。 你呀小丫头, 还打去我来。 王妃, 你快坐下来, 奴婢给你梳一个漂亮的发誓。 我坐在梳妆台前, 视线扫过琳琅满目的首饰盒, 香桃为我画眉, 我看中镜子地自己问香桃, 我漂亮吗? 香桃看着我的发誓道, 王妃, 你最美了, 就像天上的仙女。 可拉道吧你, 你见过仙女吗? 近在那胡说, 虽然我温柔可人, 活泼可爱, 但和仙女比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香桃正要在跟我说什么, 门口传来楚一轩的声音, 我赶紧站起来, 香桃退到一边恭敬地低头。 她走进来, 胳膊上搭着一件浅蓝色的斗篷, 她进来后吩咐香桃, 出门时, 给我披上。 香桃拿到披风时, 低声惊呼, 凑到我耳边巧声道, 貂皮, 王妃, 貂皮。 不愧是有钱人, 随便拿出一件就是貂皮斗篷。 她看着我, 夜里风大, 穿着暖和。 我行了个礼, 多谢殿下。 她扶起我的手臂道, 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多礼,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担心什么, 放心, 我不会伤害你的。 顿了顿, 又道。 你只要记住, 你是我的王妃, 就可以了我有些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难道是要留下我吗? 可她明明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 知道我是冒名顶替的。 或许是我的表情太过震惊, 她笑着摸摸我的头。 梳洗好了就来前院, 我们去郊外, 她走出房门说道。 我出去时, 她正在门口等着, 吓人们对我行礼, 她才知道我到了。 上车吧。 我刚坐稳, 她随后也跟着进来, 她身高腿长, 一进来马车那空间, 顿时窄小不少。 我还是有点怕她, 虽然她说不会伤害我, 但保不齐以后她要是反悔了怎么办? 我不能拿自己的命去赌, 我也赌不起。 我向旁边的位置慢慢地挪过去点, 中间的位置都能再做下一个人了。 没想到她忽然来了句, 躲我。 我摇了摇头, 没有。 我急忙转移话题, 问道, 王爷, 我们去郊外干什么? 他闭目养神, 给你过生辰。 我高兴地问道, 真的吗? 他点点头, 目光落在我附在他手背的手上, 倾咳了声, 真的, 没骗你。 激动得不知所措, 自己都没发现离他这么近。 好在这时, 楚一轩的侍卫北辰开口, 王爷, 王妃, 到了。 可下了马车, 我又离他远远的。 我手里抱着暖手炉, 身上穿的也厚, 感觉不到冷, 到时他穿着普通冬装, 连斗篷都没有披。 我看到他的手, 修长有力, 只是骨节处泛红, 看着都冷。 不管怎么说, 他对我确实极好, 我想了想, 开口叫他, 王爷, 你抱会手炉吧。 他看了我一眼手中的暖手炉, 眼皮轻微抬起, 你不冷。 我摇摇头, 不冷。 他看着我的方向, 过来。 我走近了一些, 把暖手炉递给他, 没想到他竟然抬手包裹着我的手背, 平静地说, 这样我们两个人手都不冷了。 他的手掌比我的大很多, 轻松地包裹住我的手, 我趁机摸了摸他手上的脖茧, 他一把抓紧了我并不很安分的手, 手热热的, 我都不舍得松开那只手了。 他裹着我的手问道, 明年生辰想怎么过? 我如实回答, 没想过。 他恩了一声, 那我来想。 他领着我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地, 草地周围架起高栏, 上面挂满了灯笼, 只见一声巨响。 远处的天空忽然, 炸开烟花, 一团团盛大的烟花像, 一柄柄巨大的散花在夜空开放。 像一丛丛花朵盛开, 并飘散着金色的粉末。 焰火在夜空中一串一串地盛开, 最后像无数拖着长长尾巴的流星, 依依不舍地从夜空划过。 烟花炸开的声音震耳欲聋, 他问我喜欢吗? 我用力地点头, 大声回答, 很喜欢, 非常喜欢。 就在这一刻, 我发现他喜欢我, 不然不会为我下这么大的功夫。 我承认我喜欢上了他, 我离开燕国, 远赴千里之外, 只有他是我唯一的依靠。 他给了我很多的温暖, 我想靠近他, 想依赖他。 我想和他成为恩爱的夫妻。 可我老是觉得我的头上 始终有把刀再来回盘旋着。 年后大家都忙了起来, 我和楚一轩又退回到原来的距离,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晚间他回来时, 浑身都带了点酒气, 走起来路来, 摇摇晃晃, 有些不稳, 我规规矩矩地替他宽衣解带。 平常我主动伺候他, 他很开心,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他挥开我的手, 握住我的手腕问道, 你好像一直都很怕我, 既然害怕, 为什么不说出来? 我摇了摇头, 极力否认。 你不怕我你躲什么? 他好像生气了, 一只手捏住我的下巴, 逼迫我与他直视。 我是怕, 但我哪敢承认啊。 我是你的夫君, 你不需要怕我, 他的眼里阴晕着着怒意, 可我的手腕被箍得生疼, 完全挣脱不开。 你放手。 我使劲地去掰他的手, 他见我吃疼, 终于放了手, 只是怒气并未消退半分。 我低头一看, 手腕处已经多了一圈红痕。 我从来没见过楚一轩如此失态, 他今天是怎么了? 抱歉, 我有点喝醉了他撑着脑袋, 试图冷静。 可是下一秒, 他又把我抱在怀里, 一遍一遍喊我的名字。 可书房里的那张画像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让我做到心如止水, 那是不可能的。 我忍不住问了出来, 那个画像是你的心仪之人吗? 他没有料到我会在这个时候 问这个问题, 沉默了一会, 问我, 吃醋了。 我没有回答便是默认了, 因为在意, 才会执着, 才会口是心非, 才会纠结到底。 我以为他不会说, 没想到他很坦然道, 是, 那个人就是你。 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一开始, 我就知道你是假冒的, 不然你以为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 为什么没有杀你, 反而把你留在身边, 好吃好喝好伺候你? 没有我的推波助澜你以为你的长公主, 可以瞒过所有人, 远走高飞吗? 我现在才意识到, 只有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你认识我吗? 他赏了我一个脑瓜崩。 笨, 真是一个单纯的傻丫头。 等到我的女儿出生了, 我还是没有想起来, 以前是不是见过楚奕轩。 以下为番外内容, 他救了我一命, 我该报恩。 王妃的这个位置只能是他的, 也只有他可以享受王妃的尊容。 十年前, 我跟随使臣到燕国来访, 燕国的三皇子想拉拢我士君篡位, 为他日后登上皇位, 提供坚强的后盾。 我不愿意, 也不愿意掺和他们的内部斗争, 却不成想遭到他的暗算。 无奈之下, 躲入了一处宫殿。 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情急之下, 他被我用匕首抵住了喉咙。 他自己浑身发抖, 害怕得站都站不稳, 还反过来安慰我, 你不要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你放心, 我不会说出去的, 真是个单纯的傻丫头。 见我脸色苍白, 冷汗直流, 险些晕倒在地, 他匆忙找来纱布和金疮药 为我止血包扎好伤口。 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却说区区小事, 何足挂齿, 跟我玩心眼, 你还嫩点, 无非就是怕我日后找来 对你有所威胁。 不管我怎么威逼利诱, 他就是不说他的名字,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声音, 青洛, 长公主在找你。 青洛, 好, 我记住了, 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是我的王妃。 我派北辰调查过长公主, 知道他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 我找到他, 要和他做一场交易, 我帮助他得到他想要的, 而我只要他的丫鬟轻落, 他答应得干净利落。 可新婚之夜我把他吓住了, 我只是想确定是不是他, 他说他心悦我, 还是原来那个单纯的傻丫头。 明明已经害怕得不行, 还要装得云淡风轻, 我知道酒中有药, 也只有这样成为名副其实的夫妻, 才能同床共枕。 只有母后知道我喜欢她, 好在母后会时不时地为我说话。 可她见到我还是怕得要命, 老是以为我会杀了她。 我和长公主是各取所需, 你是我心仪之人, 我疼你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要你的命? 我知道她的生辰到了。 提前一个月就准备好了, 她很开心, 可回到府里, 她又和我保持原来的距离,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不知道怎么办, 只能借着酒意质问她。 她却问我, 放在书桌上的画像 是不是我心仪之人。 原来她是吃醋了, 我是故意让她看到的, 她果真吃错了还耿耿于怀, 可是她却把我忘了, 没关系, 只要我记得住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期待下次与您的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